问一下 您家里几个孩子 我还有一个哥哥 还有一哥哥 父母跟您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呀 七八年吧 七八年 那您是之前是离异还是三老 是 是的 离异 这等于离婚之后就跟父母在一起住了 您呢 我是离异的 多久 我离了大约几近二十年了嘛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一直漂泊在国外国内这 没有固定的居所 有时候回了辽宁呢 周一两个月又在国外去了 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等于要退休了 就是马上领导这个时候 觉得要晚间生活 应该轻松愉快了 钱也够花的了 两个二十世纪 经营一下二十世纪 多么幸福快乐 但是刚才他提到钱这个事 我特别不满 你刚才主持人 你可得问了哥了 我对这个心里更是满是不满 我哥怎么了 我哥 你哥哥是你家的大儿子 儿子是要孝敬父母 更该主意 从我跟你接触 花钱是我和你一块去 我哥花钱 先告诉你 出钱出力都是咱们俩 我心里怎么能公平呢 好好好 别着急 您觉得跟老李相识之后 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我感觉生活 我变得快乐了 变得轻松了 那还可以的 还可以 这个认识了梅子女士之后 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确实改变很大 因为什么呢 说一句话 抽了几近三十年的延令了 一天抽三包 自动用医生上 捡了半包了 厉害 酒呢 酒一天 酒一天是没有 没控制 旁边一招呼 一个电话马上去了 有时候办了 下半年的都是她 她那个 对我招呼这点 我说没法说的 我喜欢吃什么 喜欢用什么 她都非常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的 说白了就是说 你跟对面这位女士相识 或者相爱之后 你觉得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是吧 也改变了我很多 也改变了很多 那也就是 看来双方都不避讳说 因为这段感情 你们都在为彼此改变 而且这段感情 都给你们带来了快乐 或者幸福感 是不是 结婚就必须带着父母去 是吧 是 我就是这个 如果不带父母就不嫁 就不嫁 是 就是为了父母 宁可放弃这段感情 虽然放下很难 是不是 我也是很 就是属于犹豫 就是我也定不下来 甚至到这个阶段 两难 一定不能带着父母嫁 是吧 我现在特别犹豫 现在就拿不定主意 真拿不定主意 就是两个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坎 但是 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又都不想做出 决绝的这么一个决定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了 那我们听听老师们 是如何建议的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达姆老师 这是个难题 首先我先说一下 我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俩人 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为我觉得 如果好的感情 我都不想吃 今天吃不下来 就会过来 看着你们俩人 走来 那个人 等于我们俩人 会否则 然后ект法 地点 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是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 他说他二十年的单身 那么并且是在国内国外这样平凡的跑 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那这个背后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任 而不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代表着这二十年当中 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去有机会享受到 家庭的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六十岁的时候 终于有可以固定下来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会去特别的去要享受那种 别人都曾经享受过 而他一直都没有的那种 二人世界的那种温暖 轻松愉快浪漫 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的 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这位先生 你有一个误区 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个误区 就是这个人如果特孝顺父母 他一定会对婚姻的爱人也会特别的好 就是好孩子就等于好爱人 但其实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你们二位 就目前来看 我比较同意阿蒙老师的那个判断 就是都没对上茬 就是您想要的是一个能够爱你 支持你帮助你 来去完成自己很多的情感诉求的 这样的一位先生 而这位先生想要的是一个浪漫的 温馨的二人世界 更年轻化一点的人生 你们两个人要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诉求下面 能不能有一个一样的生活 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